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年预估的68% 基于首9个月的业绩比预期疲软 行家将交易转手率降到28% 而市值预测则从原先的增长5% 萎缩至负3% 行家预期证券市场的交易活动还是很疲软 加上外资持续外流 相信2019财政年第四季的交易持续波动 因此把目标价调低到五令吉70仙 维持卖出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